今天我們要來開這個 幹源的 應該是去年或前年出的這個新款 GAM356 有這個新款 GAM356M 我們就來開箱 好 其實它新款這個 那盒子 它跟X是一樣的 X呢它是屬於這個 GDS系統 就是磁鐵 就是GDS 對不對 幹源他們 這個招牌 好 現在來開這個 其實我之前幾天就看到了 可是最近這幾天段考要準備 沒時間 開這個 我先把它打開 它用是不是這樣子 OK 它裡面也是這個 大路 怎麼拖下錢 這不需要 有方塊的 關鐵 這怎樣 它又是蓋不起來 我先來看這個 好 好 把CleanupExcel在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可以掉的什麼 它的布 GES 這個GS很酷 它是塑料版本 所以它沒有給我轉轉來的 放進去 它的傳統蓋底 可以拿到這顆方塊 等這顆很久 想要打開 我開這個 理想障礙 它的質感是還不錯 這整顆 我這次買全彩的版本 它的貼紙版的 就是黑底版的 說實在 它真的是不行 不行 那貼紙會一直刮到 這顆 M版本 我剛剛看到 它超有的 它這個是霧面的 霧面版本 我喜歡 這邊好像有點小蝦 為什麼 整體的這個聲音 蠻小的 真的 我蠻小的 我蠻小的 藍色的 藍色基本上蠻好用的 這顆呢 很好用 它霧霧的吧 然後裡面的 跟藍油 我覺得OK啊 而且它這層好像沒有附油了 它送上那個 X的 它有送一顆油 真的是不好用 而且 它這個盒子 我剛才看到 有沒有 網格啊 這個盒子上面還有一顆 那網格 網格啊 網格的 超油的 整顆超油的 這顆不會 不會刮手 也會霧面的 而且它呢 不會增值 它霧面的 它是 這個 不是沒有貼紙的 所以它不會刮手 我覺得這顆蠻好用的 這顆也是那個 Fenix 直接連創兩個 世界紀錄的 那個 它也蠻喜歡幹 裡面這顆 我就買下來了 蠻好賺的 而且它的聲音 滑滑的 就是 它手感也蠻滑的 它比較不會 比較不會有那種 它比較不會像那個 它那個 它那個 X它剛出的時候 它那個 手感完全不行啊 這個手感你知道是什麼嗎 就黏黏的 黏黏沙沙的 那這個 它 蠻好的 它就 蠻滑的 它跟X剛開的時候 我覺得 很大的不同 對 很大的不同 蠻大的 對 也就是蠻大的不同 我覺得這顆蠻好用的 我應該以後 把X當副方塊 這顆M 我覺得不錯 真的不錯用 好 那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 快看 然後現在就見 我應該會先磨合幾天 不然就是先把這個油給幹掉 對 然後再去上 自己的油 OK 那就是這樣 拜拜